今天非常幽默将带你一起玩转欢乐啦 我们有一秒钟便包大头 狗狗的智商总是很感人 金毛牌可移动手机之下 你值得拥有 脚好痛 可我还是保持微笑 非常幽默 马上带你乐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解压 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李燕 时代在进步 我们的审美也在不断地变化 记得很多年前呢 大街小上最流行的发型还是烟花烫呢 可能有些看我们节目的孩子呀 都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 烟花烫 顾名思义 就是把头发烫成五颜六色的 爆炸式的烟花模样 爆炸的烟花 当年的烟花烫最火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是领先世界的 主要是人均头发都有二十亿米高 磕化的岁月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依然很怀念它 来 再来看一眼这炫酷的发型吧 奇葩大作战 下面将为大家表演绝技 秒变爆炸头 喂 这位小演员不要笑躺啊 主任主任 我把你的拖鞋捡回来了 咦 怎么进不去呀 那明明是开着的呀 难道说我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啊 就掌头了 除了解回各种扔掉的东西 狗子们还是人类的小帮手 金毛牌可移动手机支架 追剧必备神器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冰棍店推出的限量版巨无霸冰棍 就是这个味儿 还有这种操作 肯去我吃了个假冰棍 咱们出去溜湾去 不去不去外面热水了 伤民在遇运道 你自己去吧 我就在家里吹空调挺好的 你真不去 你烦不烦 就当做没看见我不挺好的嘛 你就是在江湖排行榜上战斗值最高的鳄鱼 看我怎么把你撕碎 看来你的战斗力也不怎么样 怎么样 我宣布 江湖排行榜从今年起要重新干鞋了 请系好安全带 注意车速 保证行车安全 要保持安全 要保持安全距离 耐心等待一会儿 好了 可以走了 工作之余和工友们来一场足球比赛再合适不过了 好球 好球 二狗拉到你了走你 叫好痛可我还是保持微笑 这谁要的 不是我 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啊 安爹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 快来 我不打你 坐下 坐下 别动 别动 你不问问这谁要的 说了不是我了 这是谁要的 什么要的 搏手 好乖 注意动 安爹你从这儿 我问你个问题呗 这是谁要的呀 我这早就翻篇了嘛 橙芝麻烂骨子的事还拿出来说 我问你这是谁要的 你在哪呀 谁要的 什么意思 这是谁要的 安爹 说推咱就推呀 你们都走开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素素给我闪到一边 从前只听说过女汉子 今天终于见到货真价实的了 自愧不如啊 看来你的世界还是太小 多出去走走 这样你就会看到第二个女汉子了 半水推车小事了 分分钟爬十八楼都不喘气的 但是对于一个胖子来说 爬这么多层才能剪掉一卡路里 简直就是偷屏 今天聊的汉就是当初吃的肉 保重啊 朋友 人和人之间是要讲诚信的 你一个夹心蛋糕 做成了这个样子 厂家 你的良心不会通吗 说了图片只供参考 谁知道你会这么实声呢 叫你们这些不靠谱的人 我都要一一把你们拍下来 将来到了法庭上 一定会成为城堂正宫 好一只正义感爆棚的沸沸 只是你的手看起来很像人类的手 手机是不能随便玩的 一不小心就会发声音啊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我只是用手机踩死了一只蚊子 大家冷静点 冷静点是要看场合的 你试一试坐这样的车 还能平静看看 我怕自己连命都会失去啊 相信我啊 我只是想省钱而已 等会儿马上去换 同学 有钱还是去买个电脑主机箱吧 你这样我同样看着心惊啊 省钱不是网到安全才是第一啊 如果有钱我早就换一个鼠标了 也不会费尽千辛万苦 抓一只老鼠来假装鼠标 还别说手感挺好 咦 我的鼠标怎么没有反应 是不是坏了呀 坏了就去修 修不好就换 这是硬道理 公车后门的暗铃坏了 一直没有去修 结果今天就换了个2.0版本的摇铃 司机车厢内这么多人 确定我暗铃你能听得到吗 我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 你站在窗外是喊不应我的 也是看不到我的 装修师傅你给我过来 窗户装在这里是几个意思啊 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 也不见得就给你开了一扇窗 窗户的事情还没搞定 就在公共厕所看见了一个这样的楼梯 请问你是让我上完洗手间就翻墙出去吗 好好的路不走 我为什么要翻墙啊 从小我就想着和别人不一样 不走寻常路 停车位我也是如此要求的 我这里不叫停车位叫停机坪 停的还是飞碟 大哥万一哪天一个飞碟停在这里 你不得瞎嘴啊 最近在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有个万星人偷偷潜入进来了 别以为我不看七龙珠 你就是超级赛亚人 我已经这么低调了 为何还是被你们发现 别以为来地球你们就能习惯这里的环境 告诉你在没有空调的日子里 我是抱着两台风扇才勉强活下来的 地球好危险 我还是从哪来回哪去吧 足球迷应该是地球战斗力最恐怖的人群之一了 吃个西瓜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中间挖空你是打算搞艺术展吗 信不信我能一脚零空抽射 把西瓜踢进球门 如果再见不能轰着眼 是否还能轰着脸 我不仅红着脸 我全身都红了 你还认识我吗 当初那个让我脸红的初恋 如今娶回家就变成这样 麻烦你睡觉姿势正常脸行吗 这么扭曲你以为是在练瑜伽呀 生命在于运动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也不停歇 小朋友 你也是时候停歇了吧 毕竟这里是地铁车厢 不是体操训练场 没必要爬这么高 谁说带孩子很轻松的 你给我站出来 我耗尽全身力气也想不住他 千万不能以偏概全 我家孩子就不调皮 不仅如此 每次吃完饭 他都会乖乖去饱玩喜了 身为家众的未来顶梁珠 我一定要从小事做起 最巧朋友圈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巧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哈曹 昨天把养乐多放在桌上 一小时没喝 室友居然很生气地对我说 静静你知道医生君其实是活的吗 你这样放在冰箱外面不管 他们是会被热死的 你知不知道 后来我就把养乐多放进了冰箱里 结果你知道养乐多居然不见了 所以问室友怎么回事 室友居然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早跟你说了他们是活的 你还不信 现在他们生气了 可能自己离家出走了 看着他垃圾桶里的养乐多空瓶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难怪我后来养乐多 就感觉身体里面在跳舞呢 可以说是非常有科学依据了 我说办公桌上方的那几瓶酸奶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离家出走了 静静你这位室友的下边功力 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 差点我就信了 派什么离家出走了 这说的一套一套的 不就是被他给喝了吗 就他这胡宗的功夫 也是该请他了 对不对 咱们就大方点 你看我就很大方 我姐呀 因为这个工作调动 要去很远的城市工作 我二话不说 就准备请他吃一顿饭 给他送行 当时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让我难忘了 老伤心了 姐姐因为工作突然调动 要去别的省了 一想到以后再也不能随时的见到他和小外甥 而且可能连过年都一定不能回来时 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 于是中午我请他吃火锅 给他进行 当他吃完第十盘羊肉和第七盘牛肉时 我不由得更加的悲伤了 我觉得就连我的钱包 都被眼前的姐弟情深改动了 我好像听见了我钱包的悲鸣 姐姐一想到以后不能经常见到你了 吃得更卖力了 伤心的就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中国好弟弟呀 什么时候请我们吃个饭 当个中国好同事 这顿饭可以说是加深了 我心头的悲伤之情的 头一次见到我姐吃得如此卖力 想必她也是花背风为失忆了吧 一定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因为我男的请客 一定要载我一道 绝对不是的 感觉这样的困难的问题 只能去找风格来帮忙分析分析了 毕竟从她的朋友圈里就可以看出来 她应该是一个十分善于分析的人 如果别人夸你 你不能不说话 在那儿一个劲的傻笑 要谦虚 要落落大方 要回应 要有条理的 更加深入细致的 从各个角度分析 为什么对方夸得对 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性了 臭不要脸就服你 我是风格的脸 他今天不要我了 风格又贩卖人体器官了 把脸卖了 风格虽然是不要脸了一点 自欺欺人了一点 自恋了一点 但是这完全不影响他是一个十分善于分析的人的 爱分析其实是好事 真的 不信你们问波波去 他今天遭遇了一个特别爱分析的酸辣粉变的老板 老板分析了他一会儿 话不说就给他免班了 一起去看看 波波的朋友圈了解一下具体发生了啥事吧 风格吃了一碗酸辣粉 不小心把辣油溅到眼睛里面了 眼泪一直流 又舍不得把那大半碗浪费掉 就边哭边吃 老板中途过来 在一边看呆了 吃完说什么也不收我钱 还要给我多打包两份 老板真是个大好人 这大概就是遇到知音的感觉吧 毕竟你吃着他的酸辣粉都感动得哭了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相当感人了 下次让老板赏方点辣椒吧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吃东西千万不要着急 波波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不知道他这眼睛辣得疼不疼 这个说到吃东西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有 在这个吃饭之前 要拍一下食物的习惯 久而久之 手机里的照片就越来越多 等时间长了 就会遇到内存不足的问题 那这个内存小的手机 就全是缺点了吗 不一定 来看看华尔峰的朋友圈吧 他在这个朋友圈里就对手机内存的大与小 做出了一个优缺点分析 看完之后绝对是豁然开了 当使用小内存手机的时候 你虽然需要经常扇东西来节省内存 但是平时打开手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所留下的东西 都是自己最喜欢的 当使用大内存手机的时候 你对空间的使用就会变得无所顾忌 结果往往搞的手机里面乱七八糟的 让人看着眼花缭乱无存下手 由此得出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呀 不会别的就会爽 可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了 可以说分析的相当有道理了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糟 我就服你了 听完胡尔峰的分析之后 大家是不是豁然开朗了 估计都想换大内存的手机了吧 胡尔峰真是害人不前了 好了 来看看我今天在微信讨论组里发起的话题了 今天的话题是 你收到过什么奇葩审美的礼物 我对男朋友说 想要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当生日礼物 结果最后它居然送了我一只蜥蜴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知道它从哪里得出 我会喜欢蜥蜴这种结论的 小动物再加上蜥蜴与其他小动物 对比形成的这种反差萌 我觉得你男朋友理解的十分准确了 工作关系 以前经常和同事出差 说说男同事给老婆买的那些奇葩营物吧 有一次因为出差行程紧急 在当地没时间买东西 男同事就在机场买了件衣服送老婆 请看下图 用心良苦啊 感觉穿上之后就可以跟奶奶背的人物 一起叱咋广场舞的江湖了 因为得知我比较喜欢看书 男朋友就送了我这样一本书 我一夜都没有翻过 从你现在的心情来看 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翻翻这本书的 一次老公对我说呀 要带我去一个风景特别好 特别浪漫的地方 我坏着无比欣喜的心啊 跟着他步行了八公里 累得半死半活的时候 他说到了 我一看呢 是个水泥厂旁边的桥 拉水泥的货车一过 整个人都被阳尘淹没了 配上这阳尘 泼墨山水的感觉有没有 可以说是很有意境了呀 我男朋友送了我一包 是公司组织去三亚的时候 进行挑选的 他问我为啥老公背 我不想说什么了 随意感受下吧 就是下面粉丝这块 这就是你不懂得欣赏了 真的 我奶奶和外婆 他们看了都说好 我男朋友是学理工科的 一天他说要送一个 很实用的东西给我 我还期待了半天呢 结果就是这东西 谁能告诉我 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呀 至少是卷尺 家里要装销什么的时候 还能用吧 你就知足吧 好了 以上就是 本期最求朋友圈的去 录内容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下班了 拜拜 不管怎么样 能够收到别人送的礼物 就说明你在人家心里 可是有份量的 那我呢 这马上也要过生日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 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 天才与其他 天才动物是这样相处的 打是亲 骂是爱 爱到深处 就应该像你们这样了吧 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相处的 这是我的我 你给我下来 我要把你拖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然后坐你一顿 天才动物是这样睡觉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搂着你 然后睡到自然醒 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睡觉的 鸡腿 别跑啊 等等我 我不会吃你的 真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守候 辽宁广播电视频